如今德云社出圈的相声演员越来越多 已经不只是郭德纲的徒弟们 徒弟也已经开始收徒 也开始成长为观众认可和喜爱的优秀相声演员 岳云鹏应该是郭德纲最得意的徒弟 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 8月30日德云社鸾云平岳云鹏的六位徒弟发文 纪念拜师五周年 并在线说出了对师父的感谢 以及对自己未来的期望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德云社的传承做的是最好的 师父对徒弟负责 教育徒弟引导徒弟都是非常用心的 当然这份用心也换回了徒弟对师父的感恩和尊敬 看到这样和谐的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德云社的未来会更加辉煌 因为小字辈的演员已经出油长成了 岳云鹏的三个徒弟是在五年前正式举行的拜师仪式 当时是跟鸾云平一起收了德云社第一批小字科的徒弟 也就是郭德纲老师的徒孙 当时岳云鹏的这三个徒弟很多人并不看好 因为郭德纲老师的徒弟还有很多人没熬出来呢 岳云鹏的徒弟想要出名 恐怕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可是谁也没想到在正式拜师以后 岳云鹏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三个人 在岳云鹏的栽培下 三个人的相声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 如今都已经是各自队伍的主力演员了 三个人都凭借说相声赚了大钱 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吃水不忘挖井人 三个人都对岳云鹏尊敬尤家 真心感谢岳云鹏的教导 8月30日 岳云鹏的三个徒弟也分别在网上发文 感恩拜师五周年 刘晓婷 不知不觉间 今年已经是拜师的第五个年头了 回想起当年得知我们要正式拜在您门下的时候 激动了好长时间 觉得自己终于有了师父的庇护 和作为徒弟的归属 如今我仍谨记当初拜师时的初心 那就是踏踏实实的跟着您好好说相声 认认真真的把快乐传递给大家 当然更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师父您的骄傲 如今的刘晓婷已经是岳云鹏的骄傲 身为郭德纲的徒孙 可以说人气和相声功底已经超越了不少的师叔师伯 除了深受师父岳云鹏的喜爱 也深受师爷郭德纲的喜爱 不然也不会两季都出现在德云社的团宗中 刘晓婷不管是台上还是台下 给人的感觉都是直爽型的 比如说跟师父说话都是各种直率 吃不到师父家的饺子都成了专属刘晓婷的一个梗 相比刘晓婷 上小菊就显得活泼多了 不只是在师父面前 就是在师伯师叔们面前 上小菊都很讨喜 可以说德云社上下都很喜欢上小菊 他就像是一枚开心果 也是德云社的团宠 三个徒弟中 他也被指最像师父岳云鹏 在团宗中 他确实也替代过师父岳云鹏 甚至某次为烧饼助演 他扮演的就是自己的师父岳云鹏 可爱简直就是专属代名词 和德云社长辈们日常互动 都能制造不少的笑点 上小菊就像他师父岳云鹏 简直就是为相声而生的 上小菊感恩方式 虽然没留小婷那么多的文字 却很直接 小树有土地滋养 变成了大树 小鸟有天空包容 自由的翱翔 小菊有师父胜过所有 我们拜师五年 冲冲主要工作也是岳云鹏的助理 可以说是全网最豪横的助理 比如说对岳云鹏的态度 根本就不像是助理 经常的坑师傅和老板岳云鹏 使得岳云鹏不止一次的说要换助理 还祈求过盛代老人带着冲冲 即便是对冲冲忍无可忍 最终却还是忍到不离不弃 之后岳云鹏也在直播中解释 为啥被冲冲各种坑 却不能辞退 因为和冲冲是亲戚 真要辞职 怕是老妈那关都过不了 于是冲冲和岳云鹏的相处方式 永远不像刘晓婷和尚小菊那样 画风一致 刘晓婷和尚小菊都晒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和师父岳云鹏的合影 一张是师徒自人的合影 冲冲不一样 就晒了一张师徒四人的合影之外 没有和岳云鹏的合影 而且没有任何感恩之类的文字 就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第五年终于不用辟图了 相比之下 他比刘晓婷和尚小菊 跟师父之间又多了一层关系 所以才不需要说那么多吧 如今看到岳云鹏徒弟们都已经成长起来 相信岳云鹏也是非常欣慰的吧 看着岳云鹏的徒弟们都在快速的成长 有人也说他应该和师父一样 属于名师出高徒吧